在自由路靠近前进场的省密排断放车场 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从二十二个城市开始就不断的增加设备 五十四年平均于五十多万元省略了命运 今月五月在三百多万元经费 施工新建看台 内部有一百二十公尺长 十六桌的水平看台 外部看台也有两百四十公尺 全住可以容纳观众一万两千人 这个棒球场的排水系统非常很好 所以说是国内比较理想的场地之一 唯一需要改进的见证记录牌不够明显 所以说因为真正的关系还无法改善 棒球队人士认为这是美中之主的地方